高雄临园区尚伟国小的车股证成立超过了20年 是台湾相当罕见的校园车股证 不过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招生不易 面临停办的命运 让团员们都感到相当的可惜 老师一旁指导学生们认真练习二胡 也就是车股证的后场乐器演奏 前场表演同样不马虎 小蛋手拿丝巾演唱动作轻柔 从民国81年成立的 三伟国小车股证 为了推广乡土艺术 让早期农村文化获得传承 成立街巨前后场的校园车股证 经常获邀参加庙会艺文演出 近年来却招生不易 人数从最多的二十多人 缩减到剩下七名团员 面临停办命运 经手车股证业务至近十年 招募里遇困境 指导老师林轩佑语气充满无奈 团员们也认为 车股证文化并不低俗 停办相当可惜 大家说他不好 没水准的 然后之后 学了之后才觉得 跟大家说的不一样 可以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譬如说像是音乐 然后舞蹈 然后还有一些闽南语 以前就可能会觉得 这个很无聊 可能就只有 觉得他可能只有跳舞而已 他可是现在觉得 他是一个多方面的文化 希望在校园内 保有台湾特有文化 直到老师林轩佑不轻言放弃 积极找寻有意愿的学校 不让校园车股证走入历史 这里喜欢许正俊 高雄报导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